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的身上我觉得完全是精神支撑着我的身躯 一路走的那样坚强 坦克是一种复杂的战斗机器 由武器系统 动力装置 防护系统 通信设备 及其他特种设备和装置组成 作为战场上的突击主力 在高速通过障碍 及时发现 并精准排除敌方隐藏火力点 掩护步兵协同作战等方面 坦克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 然而 坦克也是天敌最多的陆战武器 卢仁峰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首席技能大师 一个为坦克缝制保护伞的人 太薄了 那个 太薄了 只有就得这样子断去 一辆坦克的车体 由数百块装甲钢板焊接而成 长短焊缝多达八百多条 当穿甲弹击中车体的时候 每平方厘米会产生数十吨到数百吨的高压 如果焊接不牢的话 这些焊缝就会成为最容易被撕裂的开口 所以说焊接质量是坦克装甲强度的重要保障 它就是摩河盾 你的实弹射击 你说你的毛有多厉害 我的盾就应该防护有多厉害 它就是一步一步地在升级 你有多厉害 我就多厉害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承担着我国最先进的主战坦克的生产任务 而作为厂里技术最好的焊接工人 卢仁峰专门负责焊接驾驶舱 这是坦克最关键也最复杂的部位 而在国际上焊接这种复杂的结构 在坦克的生产过程中也一直是到难题 所以说这个地方保护焊接强度一定要达到 不然人在里头 而且这个材料高强高硬度高到什么程度 碳当量能达到1.1 就是说用12.6毫米的浆 打上去都是打滑的 钻不透它 所以说它的硬度就这么大 何况焊接呀 它的精准点呢 转完了以后 不能偏差就是0.05毫米 所以说这种材料我们试了上千次的试验 现在基本上功课 咱们到现场就是成品了 看得非常漂亮 对于焊接 卢仁峰有着三字心诀 那就是稳 准 狠 第一 手要稳 这样才能让焊接处受热均匀 第二 眼要准 焊接位置的选择不能填差哪怕是1毫米 第三 心要狠 掐算好焊接处的受热力度 在电弧的长短以及停留时间的控制上 不能有丝毫的犹豫 只有同时做到这三点 才能让焊接处密不透风 坚固耐用 不同钢材预热后膨胀的系数不同 焊接方法也不一样 多年的经验积累 让卢仁峰对钢材培养出了一种极其敏锐的嗅觉 我现在能掌握到一个什么 只要我上手一看 我就知道这个材料的可爱情如何了 你说你下块材料我往地下一扔 我能听出什么声音来 我通过声音来判断这块材料的碳当量 应该含多少 碳当量多少 这块材料应该是什么材料 是低合金高枪钢 还是高枪高硬度钢 还是普通低合 普通钢 还是普通碳钢 我都能听得差不多 几十年来 卢仁峰在焊接岗位上交出的 一直是百分之百合格的产品 而这些产品 却是他靠着一只手来完成 卢仁峰常常回想起 1986年的一个夜晚 如果那一晚能平安度过 现在 1986年 那时的卢仁峰 进场工作已经七年了 靠着平时勤学苦练 他的焊接技术 在一同进场的同龄人当中 已是名列前茅 然而正当他鼓足心劲 想大干一番时 以此意外 却险些断送了他的前程 也是练习 练习你必须得有石板 那时候的剪板 就是没有预知的 现在也没有感应器 只要你踏着开锅 不管你什么就跟你裁断 当时我正在里头量尺寸 这个时候 往前一探 实际上脚碰着脚底下 脚下开关了 这个时候等抽 往出抽这只手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如果抽得慢的话 胳膊就掉下去了 这行为抽得很快 把手点卸掉 那一刻 他没有惊慌失措 叫同事送他去医院 他的表现出人意料 当时你说 也没有说急的 吓得有多慌张 没有 但是大脑里总觉得 就是完了完了 以后啥也干不成了 当时就这种想法 然后我还拿着焊把 旁边有焊把 我还试了试 我一看右手还行 还继续能干 左手不会影响 这个时候才去后面 把这掉的那只手 掉的那多半只手 捡回来 还自己对了一下 这个时候才血 才从从地往中穿 1963年 卢仁峰出生在 包头市的 一个普通工人家庭 父母是老一辈的军工人 1958年 他们支援大西北的 兵工建设 来到国营617厂 他们把青春 融进祖国的山河 为祖国的辉煌事业 默默奉献了一生 这一切在童年时期 就深深地 并刻在了 卢仁峰的心里 他们一心就铺在 这个工作上 对工作那种负责任 我是感受到的 他们每天就那样的 不管是经常倒班 他们的工作 白班 二班连三班 就这样的 然后每天人家 从来我又没看到 人家迟到早退 都是踏踏实实的 这种工作 1979年 16岁的卢仁峰 被分配进厂 从事电焊工作 父母的言传身教 让他走上工作岗位以后 就坚定信念 要做一名最好的汉工 要成为一朵 永远奔腾的浪花 正当卢仁峰 对电焊渐渐入门 并愈加痴迷的时候 却遭遇惨重的工伤 他的左手被剪板机切断 经过24小时的手术 虽然揭回一部分 但由于神经部分损坏严重 手的功能基本丧失了 神经是没有了 功能失去了 就是个样子了 当时就 哎呀 以后还能不能干掉 这辈子就完了 我人整个就是懵的 什么都不知道 人这样干啥我就干啥 等他做完手术 去了病房 家里人去了以后 我等回了家 我才知道 掉眼泪了 卢仁峰的妻子 董焕仙 和他是一个场的同事 出事前一年 家里刚刚添了一个女娃 本来是幸福的三口之家 却因为一次工伤 遭受重创 正当董焕仙 陷入绝望之时 在医院里住院的卢仁峰 却做出了 让妻子吃惊的举动 我一看在医院里 反正你除了配合大夫 治疗之外 我说这样的 我让我赶紧把书 把所有的书 全给我搬到病房里来 当时人家护士 也大夫 挺反对的 说这个家成了你的图书 学习的 看图书史了 就这一年 我把三本书 基本上吃透了它 初中高 反正不懂的 我就记下来 记下来有的 然后就请教 那时候呢 我就能走动了 跨这个胳膊 然后到 去找这些老公众师啊 再去问这些 不懂的问题 在别人看来 是难熬的住院时间 倒成了他工作之外 学习充电的宝贵机会 一年的时间 卢仁峰看了三本 和焊接技术有关的书籍 正好弥补了 他理论知识的不足 出院后 卢仁峰重新回到 焊接岗位 让他没想到的是 一只手工作的难度 超乎想象 那首先高空这一块 爬梯子就跟人差多了 是吧 但是最后爬梯子 我虽然慢一点 但我用胳膊肘 我能跨 照样我也往高爬 这是一个难度 最难的是啥 装配每一个零件的时候 老是达不到精神度 这是闹得我很头疼 难度非常大 然后稍微一不注意 就把这个手给碰了 这个受过伤的手啊 稍微碰一下 那个疼痛啊 属实是极其难 或许是出生在军工人家庭的缘故 卢仁峰自小就培养出了 倔强的性格 骨子里带着军工人的 坚韧与乐观精神 对他来说 面对的挑战越大 迸发的能量就越强 办法总比困难多 尤其是接活的 接图纸的时候 接工程的时候 他们总提这样和那样的要求 可我不是这样的 别人老说 俺老卢就爱逞能 该提的要求 为什么不提 是吧 我说实在我没办法的 我可以提要求 但凡我能解决的 我不提这些要求 是吧 没这个工具 我说好多工具自己来做 自己去创新 我说创新从哪里来 什么都给你准备好 你还要创新吗 办法总比困难多 这是老卢的一句口头禅 在他眼中 没有什么障碍 是不能逾越的 即便自己是单手操作 焊出的产品 也不能比别人差 他没有神经了 没有神经 他没有知觉 没有知觉这个时候 这个指头烫过好几次了 然后后来就想办法 就是说 到冬天冷的时候 里头夹一个手套 外面还在夹它一个方 后面就是好几层皮子的手套 这样呢 就在高温下也不怕 我把前面的指头呢 就剿掉了 剿掉我把它窝回来好几层 窝回来了一层 然后又夹了两层 然后最后一层又覆盖了一层 就是这么 这个帽子当时就是手持的汉帽 别人都拿手很灵活 我要拿很吃力 出来我一看 正好离嘴的距离不远 然后我就想又在里头 你看 在这个汉帽里 我夹了一个 就是O型圈 O型圈这么一个卡子 这样就雕琢 这样 我就雕琢 这个手会你想干 这个手还能扶住工件 是吧 这样我就能时间 干得时间很长 为了提高单手操作的熟练程度 鲁仁峰又给自己定下 每天下班加汉50条汉条的任务 有时 为了适应高难度的操作 他还要承受被钢花烧灼的疼痛 养汗的部位就得躺着汗 躺着汗的同时 有时候那个电汗渣子就往身上掉 掉了那时候 你正汗的关键的时候 就躲不开的 就愣忍着疼 就愣忍着就是个电渣子 在身上肉上烧 也得把它汗完 就是这种毅力 烫完了以后 然后就开始起嘎巴 卢仁峰的做法 在有些人看来难以理解 重伤在身 凭以往的业绩和资历 完全可以换一份清闲的工作 为什么还要自讨苦吃呢 厂领导也曾建议他调到管理岗位 不用冲锋在前 势必攻亲 可这样充满善意的建议 还是被他拒绝了 我干啥很专一的 我要干啥就把它干到极致 这么多年了 把这个东西好不容易搞明白了 你再也不干了 真的 划不来 我一点都没有后悔 我挺过来了 并且挺得如此坚强 好多人都在说 老卢真是一块骨头 搁别人早成碎渣了 受伤后的卢人峰 不仅在工作上没耽误 反而在理论和实际操作上更进一步 成为了全场焊接技术的领军人 几十年来 他负责的班组 在承接国家重大项目的生产过程中 没有出现过一丝纰漏 然后基本上就是我这个班组承担的铁路车辆灌车 被评为全国万台无事故这辆标柄 那时候就是说全靠焊接 装每台灌体 基本上我干出的产品是棉减的 GV3槽车 那是装液化器的 它要求就非常严了 而且钢板的厚度也厚 基本上我焊完的 基本上没有返修律 失去的是左手 留下的是永不磨灭的匠人初心 浴火重生 攻克世界难题 时代的榜样 中国汉阶大师 卒人 于林文 是汉阶行业里 对焊接纹路的俗称 如果一个产品 焊接处的纹路 像榆林一样排列规整 那么在某种程度上 就可以说 产品的密封性和牢固性 非常出众 同时也相应地说明了 济世的水平 非常高超 这个实践你看 这是一个杨板 就是基本功强 焊出来手特别稳 传统的焊接就讲究 你手稳不稳 每一个点 一分钟打多少下 那都是有数的 没有一个点偏离中心线 每一个波纹 压着一个波纹 看着于林文 特别均匀 所以于林就是每一次 就是汉的那个文 一次 一次就是一条文 每一个电弧就是一个于林文 每一个电弧就是一个于林文 就像于林一样 所以说还是平时练的比较多 而形成的 2011年 为鼓励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 以个人名字命名的 卢仁峰技能大师工作室成立 这样卢仁峰就有一个专门的地方 来搞科研和带土地了 在卢仁峰看来 手里掌握了扎实的技术 才是一个工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你在那 脚都不要太 你到后来的脚都成这样了 再这样 再这样 短短几年间 卢仁峰带出的40多名徒弟 各个都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 其中还有人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 和五一劳动奖章的荣誉 重技术 将传承 这是卢仁峰 从老一辈兵工人那里 继承的良好传统 变工人 就是我们都讲究一个经验 技术的一个传承 像我肯定是在这方面 就像当时他严格要求我一样 我对我的这些员工 也是倍加爱惜 严格要求 本世纪初 我国正在研制新型主战坦克 和装甲车辆 这些国之重器 要使用坚硬的特种钢材作为装甲 然而 这种钢材的汉奸难度极高 这曾让卢仁峰和同事们一筹莫展 谁汉谁列 哎呀 这个公关可公关了 一近一年啊 这基本上有半年我都不回 天天就琢磨 当时我记得我光下这个材料 就下了一千多块 就做不同的试验 就是汗一块不成 汗一块不成 面对如此高难度的挑战 卢仁峰的倔劲一上来 倒显得有些兴奋 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 他全天后待在工厂 连吃住都在单位 他就这样 他喜欢什么 他就得把它做好 弄好 好像是有点根筋 为了同志们加班 能吃好喝好 完了把家里的煤气灶呀 什么这些东西都拿单位去 我觉得那这 其实有的是一开始的时候 也好像有点想不通 这单位的事 你干嘛都把自己家东西都拿走 后来慢慢也觉得 就那样吧 我可能是琢磨很久很久 甚至有时候出去吃完饭 我再回来还琢磨他 到底是怎么回事 肥的就把这块骨头给我啃下来 我不会让他征服我 是吧 我懂得把这块材料征服了 就是还得有点定位点 要不是汗川了是吧 天气有点大 五年时间 三百多次试验 儒仁峰终于对新型钢材的性能了如指掌 就这样他们找到了攻克难关的突破口 一批新型坦克装甲生产下线 在穿甲弹冲击和车体射水等多种联军的考验中 坦克车体依然坚如磐石 密不透风 即将授阅的装备方队 均为国产现役主战装备 首先驶过来的是坦克方队 授阅的99A坦克 2015年9月3日上午 天安门广场大阅兵的27个装备方队 如钢铁洪流般驶过 身为陆战之王的坦克 亮相于第一方阵 而这些坦克的焊接任务 就是由卢仁峰所带领的团队完成的 每一次的阅兵过后 可以说都由不得流眼泪 真的我们那收获服务的 还有我们厂的这些工程师 技术员在那的 倒没有一个不掉泪的 是高兴的那有可能是吧 我想说的 做任何事情 办法总比困难多 他们的身上没有一个没有烫伤的 我说你要忍不住烫 那你就不要学了 这天下午 吴仁峰来到包头市某纪校 为即将毕业的学生们做报告 阐述自己的心路历程 让学生们全方位认识汉阶行业 并实地为他们指导操作 要了解大企业 而且有技术的企业 技术含量高的企业 往这种方面发展走 听得没有 然后进工厂就直到拜师傅 除了完成本职工作 卢仁峰也非常热心一些社会公益活动 在他看来 让学生们及早地融入社会 少走弯路 也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所以说还是在用的当中 才能适应他的最好电源参数 就是下一步 就是把这么多年 就是说各种金属材料的焊接 还有好多焊接过程当中的 丰富的经验 全部呢 我基本上我编成了小车子 这个小车子呢 就是留给下一代的 青年职工或者我的徒弟们 可能对他们有个借鉴吧 自从受伤以后 家务事基本上由妻子一人包办 卢仁峰则全身心扑在工作上 除了逢年过节时做几个拿手菜 柴米油盐的事他很少过问 你就不想让他干 反正现在慢慢就说是 惯的就不怎么干活了 其实原来他挺能干的 卢仁峰喜欢唱歌 在一些热闹欢清的场合 他从不吝惜自己的歌喉 对一些经典老歌 他更是偏爱有加 卢仁峰说 老歌唱起来有味道 更有劲 不像现在的歌 软绵绵的 不知要表达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